好了,我们先介绍一下NUS,新加坡国际大学的学校 这个学校今年排名是全世界持台的第十一名 目前是超过北大清华 然后校长就要去发财,单财,去发财 他一个总体叫黄寻财 全发财说要进切实 所以目前的这个状况大概1905年建校 所以是107年 然后目前在校长大概35,000 职工大概有15,000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在校园主席 应该是6,000以上 6,7万人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整个校园主要是在肯特兰小区 另外还有一个校区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校区 不是,K码,P码小区 然后还有一个医学院是跟Duke合作的 是在学生院里边 所以这个校区跨过BYE还有一个大学城 就这样我们可以续带一下看看 这个基本情况是基本学科在建成了 除了一些什么核物理 什么那些航空啊,航天啊 都没有其他应该都有 医学院,理学院 然后法学院,商学院,工学院 然后这个音乐学院 计划师学院 人文语式科学院 然后还有学院 应该就是这些 然后还有以前还有一个 还有理官公司的职员 还有这个 苏瑞福公共微生品 基本上就是 医院计划是比较健全的 然后这个 目前是一个所谓的医学大学 就是这个 K码实际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这个可以 从医学院里去学院 对它实际的 好 小红书